相较于星期一又湿又冷 星期二开始冷空气减弱 白天的气温回升 太阳漏脸 雨时也减缓 不过24号星期四平安夜的时候 东北季风又南下了气温会累降 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 到了周末气温才会回温 圣诞节有安排活动的民众 记得要添加保暖衣物 年末的圣诞节跨年将至 不少人已经安排活动庆祝 本周相较周一又湿又冷 22日周二起冷空气减弱 雨时减缓 一直要到周四平安夜那天 东北季风又南下 气温又将下降 24号平安夜的时候 晚上基本上温度相当低 大概18度而已 如果还有一些风或是下一点雨 那体感温度可能会更低 然后25号还是一个比较偏阴冷的天气 那要比较回暖 大概要到26号的时候 那东北季风已经减弱 然后26号整个天气就温度 高温就会上升 那是地温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还是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早晚的温度还是差异很大 所以早出晚归还是可能要注意一下 穿一下衣服 然后27 27 28 大概还是受到另外一股封面下来 不过那道封面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温度下降的程度 并不是很高 然后大概就是这一周的情形 还是像前几周的天气 大概都是受到东北季风或是东北风的影响 只是东北季风的强弱值有关系这样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这一周平安夜要出门 请记得保暖 穿衣服穿温暖一点 然后带雨去 到了周五圣诞节那天 东北风减弱 水气减少 气温又将逐渐回升 周末两天 阳光将短暂的再度露脸 是温暖舒适早晚凉的天气 不过迎风面东半部 仍有偶证雨发生的几率 提醒民众还是要适时增添保暖衣物 骑车戴上口罩或围巾 避免着凉 记者长方言华联士报导